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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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李宗盛 李宗盛提出 喂喂,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 2022年6月16日 616正名了些什麼? 正名了香港,你不要說行不動那些 至少七百萬人裡面 有批英哥睡了 那有百多萬人是見到 世間上是有不平的事情的時候 他是會出聲的 這些也是韻月文化之一 南方人比較上重情義 北方人是重利益 這個和龍間合作文化 以及這個 柚木逐水草移居文化 很有關聯 而今天和大家探討的就是 其實想當年 由1919年到 今時今日 我先說一些毛尼拉奸的事情 你覺得一個人本身健不健康 沒有事沒有幹當然是健康的 但你知不知道有一種 叫做tipworm 他就會勾住 那些人體的小腸 然後 還要厲害到癡紅同體 自己不斷繁殖 越變就越長 這些叫buregracy 官僚體制 然後他就會不斷在小腸裡繁殖 繼續不斷吸收營養 人體是靠小腸吸收營養的 不斷壯大自己 那他又不會即時將那個母體 即是他的宿主 我們叫做 就去毀於一旦 原因就是因為他還要吸收營養 但到利用太盡的時候 沒錯 那那個人就會因為營養不良 被他吸收了 所以最好不吃東西 躺平等他不能吸收 然後呢 那個宿主 也都是 會乳化升 這個就是tipworm 的利害之處 我們又叫這些做 寄生獸 那我先講這個黨 的狼子野心 大家就 只有一個叫做做到 做不到做不到又會怎樣的 他當然是想這個宿主變成化為同體 我們叫做 他去改造這個這樣的地方 你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由新加坡 怎樣站在他那邊 以及你由貪俄 臨走的時候 走去走訪新加坡取經 你就知道了 他是想將香港變成什麼的模樣 為什麼呀 人家可以 黨這麼厲害 這麼偉大 怎麼會不行 他是這樣想的 至於他行不行呢 大家就 你覺得開大還是開小呢 那我講幾單新聞 那大家就會知道的了 這裡 貪俄就會見新加坡的國務資政和外長 那 企雙方保持密切的雙邊關係 中文名的 那位是張志賢 還有那些應該是毛族的那些名 什麼遺文那些 那什麼是國務資政呢 那是新加坡 有很多緬甸等等的國家 他以總理的身份 管理完一個國家之後呢 繼續參與 教育培養 這個政府官員的其中一個職位 他可能想過了給這個聶德權 是不是 新加坡可以 香港怎麼會不行 那他們一直保持這個這樣的想法 而且 而且 有這個 共產黨的符號 不是同意與否 而是 大家可以聽一下 他是怎麼想的 那他又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大家又不妨留言講一下 隨著他和新加坡 什麼什麼麻麻的動作 你就會估計得到 他的下一步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他這麼鍾情於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是實行非常之威權統治的一個國家 但同時間 他又是 可能有些人真的不知道的 他是以前英聯邦政府體系 裡面的其中一個殖民地 到底怎樣 可以將那個定方 做到一個威權統治的模式呢 以往 李剛耀獻計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獻計 他就講到了 只要一條計策 就搞定的了 就是將香港的中產人才各樣 給他一個英籍離開 成為一股獨立的力量 那香港政府呢 就能夠保持一個叫做被監察的角色 隨時怕這些人會遠離海外 就會自身 尋求施政上的改善了 但當年就 沒有發生這一回事了 很明顯就因為 戴卓爾夫人那些 將這個BNO的方案 收了到到底 是不理想的這個做法 你說今時今日 望陽寶爐 是不是未為晚也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認為是這樣 因為傷害已經造成了 就只不過有做 好過沒有做的意思 回顧一九一九年 又說一九一九年 其實中國當時 是不乏一些 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人物 包括魯順先生 文一多 他們很多這些學者 反而是很支持這個毛泰祖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時候 可以回去考一下股 當時毛泰祖是中國民主力量的 其中一個思潮來的 很多人就寄望著 因為為什麼 他們那時候 留有的 是個改革的牌頭 你由列寧開始 咦 真是 沒有了沙皇了 誰知道你更加靠的 你見今時今日 俄羅斯 都沒搞定 你可以說是一個 1790年代 路易十六 法國大革命 那件事情 拉牆來搞 變了 那時候亂局 只不過是 十至二十年 這個叫做無政府狀態 現在搞成百幾二百年都沒收拾到 殘局 就因為虛無主義的確立 那些人沒有了一個寄託 當你沒有了一個寄託的時候 甚至乎人倫的關係 沒有了一樣東西維持 咦 宗教我們任何東西都好 至少有一個現世的用途 我們叫Sacular的用途 Sacularism 就是 它可以維繫著人倫的合作關係 合作關係和柔木關係 就很不同了 可以拿一個專題來研究的 其實 就是中國的民族性 尋根究底 你就明白到 香港為什麼會變成 今時今日這樣的樣子 其實它目前 仍然是有詞無恐 覺得必定可以將這個人改造 我都叫大家看一下周星馳那套回魂夜 開頭可以了 你又明白發生什麼事 他覺得他是無所不能的 而無論文一多也好 老信先生也好 有些就說他幸運就走得早 你好像老舍那樣的 嘩 那就慘了 因為他即將迎來的就是 破四舊立四身 批林批孔批中央 亂局二十年 直到鄧小平上了 好一點點 但是其實他那個左屋的毛病 他說就叫人家提防 但是其實他自己都有 那回顧中國的歷史你就發現了 我們其實是被西方德國 那個源頭的虛無主義 所侵佔了 就結合了俄羅斯的那種凶狠 再加上中國人的那種狠狠 幾樣東西合起來 才形成今時今日的這隻這樣的東西 還要將這東西倒輸出回去全世界 那全世界能不能夠防治這件事呢 好難說 因為我統合稱一件事 就是那些liberalism L字代表著左 有些聲稱自己不是那一派的 但是他在走的都是那些事 例如叫人家去撐科技伏技 努力點 各樣那些 走不掉的了他們 看得出他們的真面目 好了 講的就是他們經常會覺得自己是受打壓的一群 又或者是聯結受打壓的一群 或者是關心他們的一群 然後呢 就將這群人組織起來 但是目的呢 是不是真的為他們好呢 可能是的 至少表面上要辦到是 但實情就是為了奪權 而成功的例子 大家見到了 到今時今日 由1950年至今 大大話話過了70個年頭了 有朋友就講到 是因為盜魯們 你配合盜魯們 就將蔣介石等人 那些力量各樣 就遷徵去台灣 於是乎 中國內地就沒有了那些精英 中流底柱的分子 其實有的 不過1950至1970年代 就變了沒有 所以有些人就說 當時那些人不知道的 那你不應該笑人 不是哦 那些學者來的 在當時來說可以說是專家 但是你見到了 我們的專家有許樹昌 共產教授員各用 你就明白專家的用途是什麼 就是被人利用 同樣 中國的文化各樣 孔子學院 是不是 也被人打著這個這樣的牌頭 就周圍走過去江湖狼中 但是實情 是不是因為孔子的儒家文化出現問題 還是法家思想較為優勝 諸子百家的時候 我們說科技來說是不停進步各樣的 但是有些人就搞錯了 他認為思想也有得進步 不是的 思想的高峰來說 你沒有得過思想再厲害些 其實是幾千年來 只不過就是說文明的思想 能不能普及 他就一直存在著在那裡 問題就是 黑格爾說那句 人類由歷史吸收的教訓 就是人類未能由歷史中吸取教訓 否則的時候唐太宗已經跟你說 水能在周 亦能覆周 你當他發牙痕什麼都好 孟子也有說到民為眾 君為興 社積斥之 所以如果你真是復興周禮的時候 就不是他那一套 你支撐著這個中國古文明各樣 就不代表你支持這個黨 黨和中國的歷史 是要完全割裂開來的 歷史是贏家所寫的 歷史必定是有偏頗的 如果你真正是尊重歷史的一個人的話 你是不會甘心給別人寫他自己的歷史的 而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做的 再加上現在的極致 七分宣傳三分膚顯 連殖民地三個字都要改寫的 真厲害是吧 那今集就是比較上探討原理的 可能滿親大家 尤其是大家放完工之後 想聽些輕鬆一點的東西 所以 喂 星期六日了 假日了 不妨走來瀏覽一下 或者你會找到些和港蓋珍珠 我發覺那些特別少人聽 哈哈哈哈 好 今天講到這裡